我們很緊張,事實是,我們很緊張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 明天,大家知道明報員的結會還要在明報有個救僵集會,捍衛新聞自由 我們很緊張我們的自由 但有個自由,我們長期一直被人剝奪,為甚麼? 我們沒有人說的 我們有個自由,就是我們生活自主 生活自由,其實一直被人剝奪 我們打工的,工作只是為了生存,我們沒有生活 我們打工的,只有做自,有工作沒有家庭 我們說,奴隸有甚麼分別?奴隸都是的 只有工作,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 那我們香港人,是不是這個政府長期作戰到我們? 我們只是奴隸封人,這個政府是不是可恥? 可恥!可恥! 這個政府還要跟我們說呢 跟我們打工的子女說 說大家做父母的 要看著子女的功課 要親子 大家有沒有時間去親子? 好! 好! 這個政府叫我們 年輕的 快點結婚生子 年輕的 你連拍拖都沒有時間 連拍拖都沒有時間 怎麼結婚生子? 這個政府叫我們 要照顧長者,我們的父母 我們出來做事 一天做十二個小時,十四個小時 大家有沒有時間去照顧長者? 好! 所以這個政府 正是騙我們 叫我們做一樣做那樣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有沒有做 就是發標準工事 剛才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們 不是客人 今天有些工人 就化了妝 半邊是年輕的 半邊是老的 我問他代表什麼? 他說代表著 由年輕到老 我們分都沒有 年輕 我們沒有標準工事 老 我們沒有退休沒有帳 所以 今天五一六六節 我們正公盟 是來向梁振英 追訴 梁振英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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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 現在 就當時 當時老人家vi 喂全民在補儭面 怎樣 他說不是很值得做的 但是現在兩件事 什麼都沒有做 是不是可以 可以 梁振英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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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要想,他連任就不用想了 其實他最好現在馬上下台 找另一個來還數那個 其實我們跟他追數我們都覺得厲害 因為這個人說謊不用本 所以我們是要求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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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 梁振英